针对阿联酋宣布暂停与美国讨论交易F-35战机一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 美国已经做好准备 继续推动促成这一交易 据路透社报道 此前一天 一名阿联酋官员表示 阿联酋方面已经通知美方将暂停关于购买F-35战机的谈判 理由是技术要求 主权运营限制和成本效益分析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华尔街日报消息报道称 阿联酋是因为美方提出的苛刻安全要求而威胁退出这一交易 据报道 在特朗普任期内 阿联酋与美方达成总价超过23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其中包括美方向阿联酋出售50架F-35战机 18架MQ-9B无人机以及各类武器弹药 以色列方面原先公开反对这笔军售 但在美方承诺继续确保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后 以方转而同意这份军售计划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恩格尔也曾对出售F-35战机的计划提出疑虑 认为存在美国相关军事技术外泄的风险 我们也看到美国与阿联酋价值230亿美元的军售谈判 可谓是一搏三折 那么阿联酋停购美国F-35战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美国又为何仍要继续推动这笔交易 就在本月初 阿联酋与法国敲定了140亿欧元的军购订单 向法国购买80架阵风战斗机 而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的解读 就目前来看 阿联酋突然宣布终止采购F-35战斗机计划 还能有回旋余地 如果这样一个军售计划完成的话 那阿联酋将成为中东地区 及以色列之后第二个装备F-35战斗机的国家 那现在为什么阿联酋提出来要终止这样一个协议呢 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美国拜登政府 对这样一个军品转让或者军品贸易的协定呢 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新的条件 包括不允许阿联酋跟有关国家进行5G的合作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更不允许有关国家接触到美制的F-35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阿联酋现在主要还是要 着眼于自己空军战斗机的更新换代 那在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已经向法国采购了80架阵风战斗机 有人说这个是马克龙总统的一个外交胜利 其实这种联系并不是太大 因为阿联酋空军现在他所装备的F-16和幻影2000等作战飞机呢 已经进入了更新换代的事情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正像布林肯所表态的那样 美国呢还会进一步跟阿联酋进行谈判协商 以致促成贸易大单的落地 但是呢 如果说美国不放弃相关的科科条件 那么阿联酋放弃F-35战斗机采购计划呢 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我们下期再见